山东之博 连通路 这个地方 公交站台 在旁边 旁边的建设 这边是一个学校 朋友们 这个学校不知道是小学还是中学 一会儿看看 问问了解一下 这旁边应该是一个小区吗 这边是个小区 叫黄金国际 我准备去这个学校看看 看看是个小区还是初中吧 我看挺有特点的一个学校 这个是中瑞大道 华光路 西五路 连通路 都在这附近 这边的这个公交站台 给大家来看一看 现在天凉了 大爱自博 温暖你我 知道这个干什么呢 朋友 朋友们 这一个细节 一下又感动到我了 这是贴的那种垫子 因为这个座位 它是铁的嘛 冬天一坐比较凉 现在搞了一个这个 坐在这上面就比较暖和 比较舒服 这种细节 朋友们 哪个城市能做到呢 处处都让人感动 让人就感觉到就是说 都为什么处处吧 都为老百姓着想 对不对 前面那个地方又是个公园嘛 又是一个小公园 你看到处都是小公园 我主要的想看看这个学校 看看那个角落里面有一个学校 看是什么学校 我不知道 看这是一个学校 朋友们 我准备在这里好好的逛一逛 看一看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 这个学校呢 是一个小学 是莲池社区旁边的 然后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小学的建设标准 我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说 这种学校 它的周围的环境 建设的那么好 我们不要说里边了 自觉排队 手秩序 先来后到 不拥挤 大家可以看一下 走到这里面 就像一个大大的长廊一样的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我想着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还有灯 还装着灯光 晚上放学了 天黑了 也不怕 下雨也不怕 下雪也不怕 我想着就是说 家长们接的 接学生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里下面等待 然后毕竟是小学嘛 再一个讲 还有呢 就是下雨了 下雪了 这个太阳大了 是吧 哎呀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就是真的挺感动的 你看这小学生在里面 正在 莲池学校 正在开会吧 好像 有中国灵魂 聚世界眼光 看他这里面 有文化引领发展 核心理念 德润 多彩 办学的宗旨 就是为孩子 打好未来 人生的基础 学校的精神 是合作进取 自强求真 学校的形象 和谐 向上 守正 开放 校训 由中国灵魂 具世界眼光 校风 为真 为善 教风 夜经生 正 至爱 日新 这个学风是勤敏乐学 汶边通达 连运之路 张电区 刚才里面 一个喇叭 正在开会的 一说 把思路打断了一下 朋友们 建设的怎么样 里面 你看足球场 这外面都看不到 看里面的操场 在里面在讲什么 我不知道 静静的感受一下 老朋友们 周围的环境 这学校 大家感觉到怎么样 这应该是张电区 直博士张电区的 一个普通的一个学校吧 我以前也拍过一个 张电区的一个学校 建设的也是非常好 这边的这个学校 真的是他们的这个教育 医疗和民生的基础设施 我觉得其他很多城市 都比不上 这一点 我应该很自信的来说吧 山东自博 它其实真的 不只有这个烧烤 也不只有那些 一些历史文化景点 它就是现代的话 现在的这些城市建设 这些细节 这些人文环境 正通人和的一个现象 都是非常让人羡慕的 科普提升文明 那是一个什么 文明园义科普 看看这些公交站台 每一个公交站台都 贴了那种很暖心的 那个坐垫 好吧 什么也不说了 留给大家评论嘛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